至於第二關,星期五第3場,維迪斯對精英隊的荷甲賽事 維迪斯是強勁,精英隊是真的精英 但讓球半始終讓得夠深,球半兩球 在這個情況下,我也是拼回他的半場入球大小 球半的2.13倍,怎樣選擇呢? 現在維迪斯第五位,精英隊是14位 維迪斯主場中也贏了六場,和兩場,輸兩場 精英隊的作客和主場差不多,都一樣 在十場作客和一場,輸六場,贏了三場 現在剛才撇完兩隊球開始踢回 但是維迪斯始終怕狀態下跌了,有兩場熱身賽 輸給和夫斯寶,0-3,半場開入球大 也對利雲斯頓,3-2,半場2-1 在他之前的賽事,半場經常有球進 也有兩場開大,其餘也有一球 反觀精英隊,主場作客經常都會半場開大 贏和輸和禍都一樣 在這種情況,如果買球半兩球 感覺上贏了一個半個本,不如買一個半場 球半這個本,希望整個本2.1就贏了